播放音樂和耶穌關心理 關心 games 不要懼怕 旨依儡照真關inho這裡 祂保護你也會聽你呼求 祂會聽你更強 耶穌追遞你的誤告 耶穌是長關心理 耶穌是長幫助你 耶稣是将保守看顾你 爱你 耶稣是承关心你 耶稣是承帮助你 耶稣是将保守看顾着你 你不孤单 主耶稣是将狗与你团在 祂是你好朋友随时帮助 祂的关怀多当更多在不论和谎 耶稣是将保守看顾着你 耶稣是将保守看顾着你 因爱你 耶稣是承关心你 耶稣是承帮助你 耶稣是将保守看顾着你 耶稣是承关心你 然后我们首先要再次听听这个我们的MV三档 参加有机会的吗 耶稣是承关心你 今天啊 開始了喔 已經開始了 還沒還沒 兩點了 我哪有年輕快 那要練習了 要戴口罩 我們很難怪 要準備啦 我安靜一下 我教會有 我 有人完全帶他 要戴口罩 要不要戴我們 要準備 要準備 這樣好 請請請請請 來 在 archety Button 家人五分 大安靜 我們行了 我們有一個小孩 在 learned 你們自己去幫 tema 那是學籤還是 好 話在講 隨私 誰 女生 耶稣是常保守恨不得你 耶稣是常保守恨不得你 你不孤单 主耶稣是常都与你共享 主耶稣是常保守恨不求你 要不要loe gal 耶稣是常保守恨不得你 诵谩或者我萃小姐 前 dicen 耶穌是常常说 开不着你 玩游戏的法刀 写在你的孩子后面 最接近的可以送这一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欢迎你们 那我们两点会准时开始 那我们先预备心 我们真的是在一个特别的时候 是谁帮我们聚集 那今天就是特别是复活节联席会 意思就是我们今天当学生 然后从这里出去以后 我们就当老师 然后要带领更多的小朋友 都在复活节联席会来 要学耶稣 所以现在我们就先一起来 为今天来祷告 好 来祷告 来祷告 为自己祷告 也为在路上的人祷告 也为今天所有节目带领的老师来祷告 圣洁教会 圣洁圣洁教会 圣洁圣洁教会 圣洁教会 往前坐 尽量往前面坐 已经到前面 去前面 后面听不到 圣洁圣洁教会 我們感謝祢 謝謝祢 是祢將我們招聚 使我們同有一顆愛天父的心 有一顆愛兒童的心 主我們向祢獻上滿滿的感謝 主為我們能夠在這裡 在這一個特別的時候 要能夠招聚在一起 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在神沒有完成的事 也求神保守我們在這裡的 所有的聚集活動 都在耶穌基督裡面 主讓我們所言所行 也按照祢的心意來行 主謝謝祢 我們也特別為著 從各教會來到這裡的地球前面 就求祢保守他們出過的平安 也在當中 祢保守我們每個人的家人 他們不受攻擊 在我們家的四為安民 我們謝謝祢 我們也特別為著這個教會 海公使禮物來感謝祢 給我們這個場地 可以在這裡有這個聯席會 我們也謝謝主 在這裡拆開很多的天使 在活動的當中來幫助我們 主謝謝祢 謝謝祢 隨聽我們同心的禱告 供耶穌基督的名求 咱們 好 那我們在這邊 這個是禮拜堂 那等一下分班 我們會往 你出去以後左邊 那裡會有我們的分班教室等等 所以等一下 如果你有任何場地的問題 你要找誰呢 沒關係 你都可以問 任何人他不知道 他就會跟你說我不知道 那在這裡你可以看到有淑琳老師 你會不會在報道主的 你都不知道的時候 就去問報道主就對了 還有另外一位是佩君 佩君傳道的 可以找他 他有穿我們的制服 周部幕幕 好 那如果還有什麼人 我說你就問他 但他知道他就會告訴你 因為我們第一次來 會覺得這場地比較陌生一點 好吃的都在處理 好 那剛剛有沒有人 已經開始猜那個罐子 有做糖果 有喔 好 來 有沒有人要告訴我 你猜幾顆糖嗎 你猜幾顆糖 來 來 你說 100顆 100顆 還有你猜多少顆 有人說你也120顆 好 你呢 120顆 好 還有誰你猜了幾顆呢 130顆 130顆 哇 還有嗎 還有人嗎 82顆 還有呢 你猜幾顆 60顆 60顆 哇 每個人的答案都不要 差距好大 等一下呢 你答對的人 我們就有特別的一份禮物喔 好 好 那那個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有一個遊戲玩 叫做早蛋遊戲 早蛋遊戲 我們給大家三分鐘的時間 小心喔 不要去撞到那個 我們可愛的攝影機 跟我們的涼尾圓 好 那我們計時三分鐘 讓你們早蛋 區域就在你們的周圍 好 開始 早蛋喔 早蛋喔 趕快 哪一個啊 早那麼快 哇 你早蛋厲害厲害厲害 來 再走走看 還有嗎 對 找到是自己拿嗎 還是跟你 來 就來了 我們分兩組好了 這一邊叫做平安組 這邊叫喜樂組 來 平安組得一分 好 來 加油 走走看 哇 你也找到了耶 好 來 來 再走走看 來 找到了 來 找到了 來 找到了 這是喜樂組 喜樂組 喜樂組 打分 還有呢 再走走看 你已經找到兩顆喔 你已經找到兩顆喔 加油 師父 那邊要找一顆了 好 全部十顆 現在已經找到了 五顆 兩顆 江台會有 加油 加油 江阿油 喔 屬外陸生 你會找喔 你會來 江阿油 還有誰 那邊有一顆 欸 你怎麼看的 你看到了 要給他 給他 你找到一顆 六顆 還有四顆喔 加油 太厲害了 他手上不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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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啊 還要找 對 有十顆耶 十顆喔 十顆喔 有些地方需要往下看才看得到 那往上看 看得到 耶 你要找到了 厲害 要屈性誰也找不到 對 沒錯 好 加油 謙卑一點才找不到 你就知道昨天長大 你很辛苦喔 好 加油 像小孩子一樣很早 加油 加油 通過啦 通過都沒去嗎 這邊沒人找 這邊沒人找 加油 一定有 加油 哇 又找到一顆了 好 右凱 我是說椅子下面有沒有 可以 好 最後十秒鐘 十 九 八 還有兩顆耶 還有兩顆 好 一個提示 全部都在前面舞台喔 而且在下面喔 還有那個勾勾喔 那幾個都有 勾勾 勾勾 還有兩顆 兩顆 加油 這邊都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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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都找過了 這邊都找過了 都找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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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一顆 厲害厲害 剩最後一顆 那一顆一定很難找到 好 好 好 大家很厲害喔 好 請回座喔 好 還少一顆 還少一顆 我找到 妳找到 找到了 哇 哇 十顆全部找到了 給自己 不找到 還是小孩子比較簽 你們真的很厲害喔 哇 妳找了幾顆 好像都妳找的 還是小孩比較厲害啦 好 那我們給自己一個 愛的我真的很不錯 來 愛的鼓勵 預備 請 我真的很不錯 我真的很不錯 好 那我們把時間交給李牧師囉 我們的聚會正式開始了 好 各位弟兄 這邊大家午安 午安 我們最近有一輕的緣故 無法握手 無法擁抱 但是我們有另外一個方式 跟旁邊人打造好不好 我們的眼睛 打造我們的眼睛 我們用眼睛用掌碼 好不好 然後再練習跟旁邊人說 平安 平安 很開心 跟妳在一起 很開心 跟妳在一起 哈哈哈哈 我的眼睛再大一點 然後跟我講一下 跟我講一下 好不好 跟我講一下 說什麼 我猜猜 等一下 妳們再跟我講一下 用眼睛掌碼 跟我講一下 開始 喔 突然 喔 很帥喔 戴口罩也可以 我的帥 看得出來 我們再次跟旁邊人說 耶穌愛妳 我也愛妳 用眼睛掌碼 用眼睛 用眼睛吧 所以我們再決定在兒主裡面 跟孩子們有互動的時候 我們用眼睛砸在我們的眼睛就講話 好不好 我們現在開始之前 我簡單的玩一個遊戲 非常非常簡單 我說了兩句話而已 一句話是 一隻羊 然後另外一句話是 咩 羊的叫聲 咩 對不對 對 所以從我這邊的美女 知道我的意思嗎 美女開始 一隻羊 然後在旁邊人說 咩 但是我們每一次 架一隻羊 所以一隻羊 咩 一隻羊 一隻羊 咩 咩 一隻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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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咩 咩 咩 一起 好女的 好 往這邊往走 但是我們再看看 今天能不能抓幾隻羊 我們請從這邊弟兄 對 開始 你說一隻羊 旁邊的人說呢 咩 另外一個加一隻羊 加一隻羊的時候 一隻羊 一隻羊 咩 OK 了解嗎 懂了嗎 好 預備 請開始 一隻羊 咩 一隻羊 一隻羊 再來追 哦 一隻 咩 咩 對 好 不用 請一開始 床頭開始 咩 一隻羊 我們只能說一隻羊 我們沒有兩隻羊 三隻羊都沒有 一隻羊 預備 請 一隻羊 咩 一隻羊 一隻羊 咩 咩 一隻羊 咩 咩 坐坐坐 我們剛剛是有抓幾隻羊 可是不到三隻 兩隻 兩隻而已 再從你開始 往這邊走 還知道 請 一隻羊 咩 一隻羊 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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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羊 哇 哇 哇 我們還沒有進到三隻羊 我們抓不到三隻羊 怎麼辦 那麼多人 吃不飽 再一次 請你開始 一隻羊 咩 一隻羊 咩 一隻羊 一隻羊 這麼簡單 這麼簡單的說一隻 一隻羊而已 就說我就搞清楚 好 沒關係 我們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後面沒有機會 我們從後面開始 往前來 好不好 從後面開始 後面 換句話是後面的 他語言 請 左邊 下一顆 預備 開始 一隻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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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裡 一隻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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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咩 咩 一隻羊 一隻羊 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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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善事喔 我們抓幾隻羊 三隻 三隻了 只有三隻而已 再一次 從這裡開始 可以嗎 OK 對不對 請 一隻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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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咩 咩 一隻羊 一隻羊 咩 一隻羊 一隻羊 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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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長一點 再加速 那從誰開始 來 好 請 一隻羊 咩 一隻羊 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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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练习在带儿竹的时候 跟孩子们在一起练习 今天呢我们在一起唱一首歌 这首歌呢 我们这一次福沃田的演习会当中 我们又学习了三首歌 但是今天开始之前 我们学习了一首歌 这首歌是《艺术关心你》 这首歌也是从美国做的 还有我们英文翻唱中文 然后我们刚录好了 所以很对不起 我今天忘记从教会带过来的 那个QR Code的我印出来的这个东西 但是没关系 我们YouTube里面 光国儿童步道台影音工作室 你们手续一下 我们进去也可以听到这首歌 然后也是做成有歌词的那个影音的 好 我们首先要 首先我们一起又慢慢的唱 《艺术关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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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关心米 viernes》 《艺术关心天》 沒有聽過 但是一聽到鋼琴的聲音 我們的嘴巴很自然而來展開就唱這首歌 接下來呢 我們要動作 這個動作我們先依靠那個美國的版本 我們美國總部 溫哥爾同步的總部 他們做錄影片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 他們的動作 他們的跳舞雖然很自然的 但是不夠滿意 以後真的我們自己拍 自己的孩子們自己拍 自己動作比較好看 我們一同起立好不好 好 可以播放剛剛的影片吧 好 謝謝 不要懼怕 主耶穌朝晚都看不著你 祂保護你也會聽你呼求 祂本是你敢講耶穌追憑你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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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ajih Hope 你不 highlighter 看不到你 祂als 祂衛隊 耶稣是帮助 祂定万万活荡 传统在乎鲁浩河 耶稣是常怀请你 耶稣是常帮助你 耶稣是常保守 看顾你 因祂爱你 耶稣是常怀请你 耶稣是常帮助你 耶稣是常保守 看顾着你 好简单 对不对 请坐 请坐 因为刚刚的这个影片无法我们传上在YouTube 因为有版圈的部分 因为这刚刚出来的这个小朋友 他们是一个明星 他们有版圈的 所以 所以我们自己没有版圈的版本 我们自己做 如果希望能够各家会自己做 自己的动作 自己的律动 重新拍 也可以一起分享 好不好 我觉得是这个比较好 看看他们是非常自然的 好可爱的 如果他们美国总部OK的话 我再马上要PO在这个YouTube 再分享 再一起学习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缩定的日子 下午的时间 我们在特别为了今年的佛节 我们各众教会的弟兄姊妹 还有牧者们在一起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带领我们 我们这个时间的当中 我们尽力到你的同在 尽力到你的恩典 特别我们为着儿童的传福音 儿童必须要听到主你的福音 求你来帮助我们 感谢咱们一下的时间 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台湾万国儿童步道团 高雄办公室的同工 我是蔡文传道 那我代表万国儿童步道团 欢迎所有的老师们来到当中 那这段时间呢 先很简单的来介绍万国儿童步道团 万国儿童步道团呢 是在1937年 1937年 1937年的时候呢 有一位美国的牧师 叫欧文牧师 神呼召他 向全世界的儿童来传福音 所以呢 从1937年 在美国就建立了万国儿童步道团 一直到现在是2020年 已经满80年了 目前呢 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 全世界的这200多个国家 都有万国儿童步道团 除了北韩还没有 那北韩是用空投的那种气球 把福音传到北韩 所以神要做的事情 人没有办法拦阻的 那现在呢 各国有万国儿童步道团 那目前呢 我们的一个神给我们的意向 是要把福音再传到哪里呢 每一天 每一个民族 每一个孩子可以听到福音 那全世界有几万的民族啊 所以还有很多工作要继续努力 那神也给欧文牧师一个主要的一个思想是什么呢 就是为基督赢得儿童 为基督赢得儿童 为什么神要透过欧文牧师 当时他已经六十岁了 要传福音给儿童呢 因为呢 神给欧文牧师一个经文 就是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四节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的 不愿意这小子一世上一个 在神的眼里 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宝贵的 包括儿童 那如果我们得着一个儿童 领他信主 那就得着了这个孩子的一生 所以神呼召你来到当中 是不是呼召你就在儿童的服事上呢 儿童就是未来的教会 所以感谢神 我们承受这样的呼召 那在每一年呢 我们特别会在节庆来向儿童传福音 圣诞节就有耶稣生日会 复活节呢 就有复活节的儿童派对 因为在节庆来向孩子传福音 是最好玩有趣的 而且孩子的心是最混乱的 当然呢 不止这两个节庆呢 我们也有母亲节 情人节 父亲节 只要你想得到的节日都有了 就是利用在节庆的时候 比较活泼的方式来向儿童传福音 我们现在的孩子在一个 山西的一个网路世界里面 你会发现到他很容易分心 很容易受影响 越是这样越要怎么样 越要向他传福音 因为我们不跟他传的话 那就有别的事情来吸引他了 我们要将主耶稣的救恩 来告诉我们的孩子 让他能够有机会 能够相信接受耶稣基督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办 这个复活节演习会了 就是盼望了来到我们当中的 每一位老师 牧者 刚在三月份 四月份的时候 这个复活节的起来后 可以把握机会 来向儿童来传福音 真的不难喔 像这次狗帽巡礼会来了 八个还是九个对不对 那我们当时其实在祷告 如果一个教会能够来两个以上 他就是一个团队了 回去的时候你在这里 我们到时候会有分班 分组 不论是诗歌 金句 故事 或者是游戏 当你在这边一学 回去这个团队就出来了 那虽然现在有疫情 哪边可以去传呢 公园 公园 其实回到万国儿童步道团 我们刚开始也不是马上到家庭 我们最开始是到户外 偶尔牧师就是从两个小女孩开始 所以当一个门被关了 放心神会帮你们开另一个门 所以今天如果你们是团队来得太好了 就把他一起 然后团队在这个复活节来向儿童传福音 接着我们也要介绍就是说 万国儿童步道团看重儿童步道 就是向他传福音以外 也看重像儿童怎么样 牧养 牧养用什么来牧养他呢 是用圣经 所以今天我们有两半段 前半段会着重步道 那下半段呢 我们会特别讲到儿童明修的部分 就是让老师们看重到什么 用神的话来牧养我们的孩子 这也是万国儿童步道团的第二个目标 就是让孩子在神的话语当中来成长 第三个目标呢 就是他要在教会当中尾身 成为主耶稣的门徒 然后在教会中服侍 那这个是万国儿童步道团的三大目标 那我们盼望在今天的 至少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 做到步道和牧养 所以各位老师们你们是很有福气的 那我们接着呢 会有一个示范 你们现在手上有两张纸 这两张纸前第一张纸呢 就是你等一下要看的示范内容 第二张纸就是你要离开前 我请你把今天你参加这个活动的感想 收获写下来 一方面呢让我们知道你学习到什么 我们才能够可以改进做得更好 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鼓励我们 让我们可以为着神的国度里面更加努力 所以也是分两部分 然后上半部分这一张 下半部分这一张 然后中间我们等一下呢 会有休息时间 那我们这次的活动是在自由奉献 那神有感动你的 好奉献箱就在中间那里 那你下那个休息的时间再把它放进去 那我们旁边有奉献盖 你可以填写你的资料 我们可以寄搜据给你 好那预备好我们就要开始 开始我们的那个活动了 示范 那现在请你们注意两个问题 请你在那个上面写 第一个问题 整个节目进行中哪里有讲到救恩 哪些节目会讲到救恩 自己写那个问题上去 在活动进行中哪个节目有讲到救恩 第二个问题 孩子可以怎么参与呢 第一个问题 整个活动进行中 有哪些节目是有救恩的 第二 孩子如何参与在这一个活动当中 好了吗 好了齁 那我们请那个示范的老师们 请到前面来喔 然后等一下呢 你们一方面呢 要观察要记录 一方面你们要成为什么 小朋友啦 你们来参加这个复活节派对啊 你们是小朋友喔 那所以呢你们现在呢 想一下你是几岁的小孩 你是几岁的小孩 十一岁那你就十一岁的小孩 那你可以想一下你是几岁的小孩喔 好了吗 好了齁 我们好开心喔 要跟你们一起欢度这个复活节喔 首先呢 来瑞琳老师 我们的宝贝拿出来 好 她的宝贝藏好远喔 等一下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复活节 活动中喔 我们会有加分喔 就是呢 你们的秩序啊 你有注意听的 注意看的 然后讲话的时候会举手的 然后老师有发现很棒的 我们就怎样 可以抽一个蛋喔 那里面有分数 那现在呢 我们就分两组啦 因为呢 现在不方便两对都要一样多 没关系 我们就从中间给他切下去喔 这里一对 这一边一对 那这一对呢 我们就叫做平安队 那你们说平安队加油加油加油 来 平安队加油加油加油 好这边就是喜乐队 喜乐队加油加油加油 哇 我们来听听看他们的欢呼声好不好 来再来一次 平安队 平安队加油加油加油 喜乐队 喜乐队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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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对都很棒 所以我们先给每一对呢 抽一个蛋 来 请一个代表来 请一个小朋友来抽 来 抽一个蛋 好 里面是有分数的喔 来 这边有一个小朋友已经来了 来 这里这里 请抽一个蛋 那个蛋就放在你那里 那如果小朋友不认真 我们就会把蛋收 怎样 收回来 这样了解喔 如果有人都不专心的 所以呢 旁边的小朋友 要记得跟那个小朋友说什么 要安静喔 不然我们的蛋会被怎样 被老师收回去喔 好 现在把蛋收好喔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要来玩一个游戏 那现在请所有的小朋友 请起立 先跟我们玩一个耶稣拳 耶稣拳 耶稣拳 有没有玩过啊 来 跟我一起做喔 主降生啦 主降生 主降生 主时价呀 主时价 主时价 主复活呀 主复活 主复活 主复活呀 主复活 这样知道了喔 好 那现在呢 跟我做一样喔 我速度快 你們就速度快 耶穌拳 主降生啊 主降生 主十教啊 主十教 主十教啊 主十教啊 復活啊 主復活啊 主不活 主降生啊 主降生啊 主教啊 主十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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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啊 主不活啊 好 現在都熟了 現在不能跟我一樣啊 跟我一样的人呢 跟我一样的人的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呢 就请你坐下啦 所以我们等下看哪一个是最厉害的耶稣全权王 来 预备 请 主降生啊 主降生 我刚刚已经有人主降生 你就要坐下来这样 要跟我坐不一样的 预备 耶稣神 主降生啊 主降生啊 主降生 好 那我们来看现在这几位球王 请到前面来 来 球王 球王 来 好 现在来了齁 好了齁 好 这几位了齁 好 那我们现在玩的就是呢 要转过去喔 然后一二三 就是不能跟我一样 一样的就是那个 耶稣全 一二三 你要转过来齁 再来一次齁 好 来 一二三 好 耶稣全 那你要转过去 那你要转过去 然后我们再转过来齁 好 一二三 好 我要转过来齁 好 耶稣全 祝石教 祝石教 你们要转过来 你们要转过来 你们要转过来齁 我要转石教啊 好 我给这三个爱的鼓励加什么呢 加 ättre 好 来预备 爱的鼓励 我們要請回座吧 好 那我們現在就在那邊 進去 進去 好的 小朋友大家好 好 現在想像一下 你有一個哥哥 好 沒有哥哥 沒關係 你要想像一下 你有一個哥哥 媽媽對他說呢 你不可以在屋子裡面投棒球 玩棒球 也不可以丟石頭 可是哥哥很調皮 偏偏向窗戶丟 結果窗戶被打破了 爸媽很生氣就要處罰他 處罰他什麼呢 你要做一個月的額外很多的家事 那除了他原本每天就要做了例行家事 另外要做更多家事 可是你覺得好可憐喔 你好愛他喔 那你很同情哥哥 然後你願意幫他接受這個處罰 你說哥哥我幫你做這些額外的家事 除了他平常應該做的家事 你也幫他做 好 你願意嗎 如果你這種情況 你可以嗎 可以的小朋友請舉手告訴我 你這麼愛哥哥嗎 還是你覺得他應得的 好 你們知道嗎 有一個人他為我們做的比這個更多的多 神 我們的神呢 祂的話語這樣子都是我們 好 我們請看 在羅馬書的五章八節裡面說 唯有基督在我們排座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聖經就是神的話 祂在聖經裡面要告訴我們一些很特別的事情 祂愛我們 所以這本聖經是真實的 因為神是真實的 祂不說謊也從來不做錯事 這本書呢是由六十六本小書所構成的 那我們今天經句的來源呢 就是裡面的一本小書 就在羅馬書裡面的第五章 第八節 在這裡呢 神告訴你 祂是愛你的 來 小朋友 我們一起來把這個經句念一遍 請 唯有基督在我們排座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是的 羅馬書 五章八節 喔 再一次喔 請 唯有基督在我們排座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神的 羅馬書 五章八節 這是祂的出處 好 那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 顯明就是表達出來 那神以一種非常特別的方式向我們表達祂的愛 神對你的愛是世界上最完美的 神的愛是無止盡的 而且是永遠的愛你 可是神不只是說祂愛你喔 祂還做了一件讓人驚嘆的事情來證明這一點 好 再來呢 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 世界上每一個人都不按照神的旨意行喔 我們都自己隨意妄為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得罪了神 我們世上每一個人 包括你 我 我們都是罪人 那罪的懲罰是什麼呢 對 就是與神永遠的分開 但是神是愛你的 祂想到了 祂為你設計了 設下一個方法來拯救你 免於被懲罰 好 那麼 再來看 唯有基督 唯有基督 只有基督 基督就是耶穌 耶穌他表明耶穌基督是神差派來的 要為我們的罪來做一個拯救 來幫助我們免於罪的瑕疵 好 基督是神的兒子 祂是一個沒有罪的 但是祂情願為你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神用這個方式來顯明祂對你的愛 這是神的方式 祂用祂的獨生子 來承擔你犯罪的懲罰 好 現在跟著老師一起說 神愛我 神愛我 是的 神愛你 那今天如果你是第一次認識耶穌的人 我要告訴你 神差派耶穌來 是為你的罪 而死在十字架上 神讓祂的兒子代替你 接受了罪的懲罰 所以神並沒有強迫耶穌來這麼做 而是耶穌祂心甘情願地為你做 所以這表明了 耶穌是何等的愛你 耶穌愛你 神也愛你 那麼 如果你已經相信耶穌 你已經接受祂為你救主的小朋友 不要忘記 神愛你 也許你遇到了挫折 也許你被恥笑或欺負 但是不要忘記 神愛你 神拆開祂的兒子 來為你做這麼大的犧牲 可以證明在宇宙中 你是在對神的價值 你是一個最高的價值 所以不要輕看你自己 也許你覺得自己沒有人愛 不值得愛 既不漂亮 也沒有智慧 什麼都不會 但是不要忘了 在幾千年前 神早就已經定下了這個方式 要拯救你 就是我們耶穌 為你死在死之下上 然後復活了 所以神希望你 不要有負面的想法 不要看清自己 因為神愛你 神何等愛你 然後呢 現在我們一起 我們一起 我們一起把這句金句 我們再念兩遍 行 唯有基督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獻平了 羅馬書五章八節 非常好 那麼我們再念一次 我們要把它記住喔 看你們可不可以記得講 唯有基督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獻平了 羅馬書五章八節 小朋友們 你們是不是都記得了呢 記得 記得很好 那麼我們現在請一位小朋友 把裡面的一個詞或者一個字 你想一個動作 我們用一個動作來取代 小朋友有誰願意呢 請舉手 好 譬如說 你可以用 你選一個 譬如說 基督 好 你就 比一個 你可以拍手 或者是一個動作 好 小朋友有誰願意 好請 神的愛 很好 神的愛 等一下呢 我們試試看 當我們 神的愛這一句的時候 你就要比這樣 那你不用念出來 你比這樣 可以嗎 好 我們試一次來請 唯有基督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死 神的愛 就在此 就在此 像我們寫明了 羅馬書五章八節 對 我們用動作 好不好 那你要記得 記得 好 我們再請第二個小朋友 你再選一個字 然後選一個動作 好 請 齊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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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 好 那你要用哪一個呢 羅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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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張八節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現在有兩個動作 你們要記得 好請 唯有基督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 只好為我們死 神的愛 就在此 像我們顯明了 羅馬書 五章八節 是不是 是不是有沒有人做錯了 還不太熟 好 很好 那麼 還要不要再試一個 再加一個小朋友好不好 小朋友你們想想看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動作 你可以的 想出來 有誰願意 請 那個小朋友 好 這樣子嗎 好 哪一個取代哪一個 基督行 好 那我們要試一次囉 你們有三個動作知道了 都記住了 好 我們也開始 就是到那個字的時候 你比動作 不是唸出來 好 預備 開始 唯有基督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死 神的愛 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羅馬 五章八節 好 那小朋友 你們大概都記得了這個 這個金句的內容了 要記得 要常常思考 神愛你 哇 小朋友你們覺得你乖嗎 有沒有認真啊 有 有 剛剛有發蛋給你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喔 這一邊得幾分啊 你們蓋了兩顆蛋 對 所以這一邊幾分啊 你們要打開 這邊也有打開裡面幾分 一千分 哇 一千分 四千分 哇 就五千分喔 哇 這邊耶 這邊五千分 也五千分 你們怎麼那麼厲害 剛好一樣 那是一個小A師叔對 好 那是一個復活節的小故事叔 好 那現在兩隊喔 平安隊也是五千分 喜樂隊也是五千分 哇 而且都非常的乖喔 那我們節目繼續下去囉 好 小朋友你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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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一下呢 你們呢 有沒有曾經寫過秘密的一封信給你的好朋友 有沒有 一定都有對不對 那什麼叫做秘密呢 不可以告訴別人 喔 很棒 就是你不想跟人家分享的嘛 對不對 那麼呢 今天呢 神呢 祂有一個特別的信想要給你 但是呢 他這個封信 他怎樣 他不願意保守秘密 他想要跟你們一起分享 那今天呢 我們就是要唱一首歌 這首詩歌呢 叫做你是否聽過 那在唱之前呢 老師要你們唸一次台詞 然後呢台詞上面我會教一些動作 那等一下呢 我一樣會問你們喔 看到那些字是要比什麼動作 所以一樣等一下會有彩蛋喔 好來我們一起來唸一次 你聽過耶穌嗎 你有聽過耶穌 耶穌 耶穌被我們怎樣 為我們定在十字架上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比一下 耶穌被定在十字架 對 你有聽過耶穌 他讓我自由 對他讓我自由 你有聽過耶穌 他死在十字架 對 一個十字架 他復活了 他活著 他想成為 你的朋友 對朋友 你傳揚 傳揚就是去告訴人家 你傳揚 耶穌 對 對 他的愛 無止盡 分享你的愛 傳揚 就是告訴人家 傳揚耶穌 他 會再來 傳揚 耶穌 對你的朋友 他為人 他為人來 耶穌有一天還會再來 他為人 死 他活著 讓人自由 你是否聽過 耶穌 你有傳揚 耶穌 好 我們念完了對不對 那動作有記得嗎 記得嗎 緊張刺激的來了 那我來問看看 誰知道 耶穌怎麼比 哇 他好棒 如果他舉手 我們請這位小朋友 他有諸首規則要舉手 很棒 哇 一百分 很厲害 耶穌 好 那沒關係 這對小朋友我來選一個 欸 那你們知道 他們不會 他們不會 你們怎麼知道他不會呢 沒關係 我給他一個最簡單的 主耶穌定在 十字架 喔 很厲害 來 這位小朋友 喔 他們有新手 好 沒關係啦 喔 很棒 好來 哇 你們都很厲害耶 都記得動作 好 那我問你們喔 你們知道誰是耶穌 耶穌 是誰 都不知道 他剛剛說是個神 是個人喔 好 耶穌呢就是神的怎樣 對 神他 派他的獨生子怎樣 對 將到這個世界 為著我們的罪 為著你 為著我的罪 被釘在十字架上 耶穌他是完美的 他是沒有犯任何錯的 可是他願意怎樣 心甘情願為著我們的罪 流血 被釘在十字架上 你如果喔 被針 因為 扎到會不會痛 會嘛 痛了 哇哇叫對不對 何況耶穌是真的怎樣 被釘了 用釘子釘耶 你可以自己想像一下 不小心 美工刀刮到 阿媽媽 好痛喔 對不對 可是耶穌卻為著我們的罪 十字架上 好 好小朋友 那今天呢 如果你是一個信主的 你已經相信耶穌成為你的救主的呢 你可以怎樣 將這個福音跟你的好朋友講 跟你的鄰居 或者是跟你的家人分享 那今天如果你還會信主的呢 今天這個福音呢 就是怎樣 透過跟你說的 好 那我們一起呢 站起來 我們來唱一首這首歌 嘿 一起唱 然後等一下呢 也要做動作喔 等一下要大聲唱喔 我看誰唱的最棒 說不定還要彩蛋喔 這裡我有耶穌 對我的愛 你是否聽過耶穌 他是讓我自由 你是否聽過耶穌 他生的是在死角 他不活了 他還活著 他想成為你的朋友 你是否採用耶穌 他必愛護自己 你是否採用耶穌 你是否採用耶穌 他一定會再來 你是否採用耶穌 他必愛護自己 你是否採用耶穌 他為人是 他活著 他活著 你是否採用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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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在這個世界上面最喜歡的是誰 爸爸 爸爸 媽媽對不對 那你都怎樣表達你對爸爸媽媽的愛呢 抱 抱媽媽 抱爸爸 對 會親他對不對 那你還會做什麼 買禮物給爸爸媽媽很好 還有嗎 謝謝 媽媽捲背 好好幫爸爸媽媽捲背 或者做家事 這些都很好對不對 但是你知道嗎 有一位非常愛你的 這個在聖經上告訴我們 有一位非常愛你的 他為你做的更多 好他是誰呢 他就是創造宇宙萬物的 這位大君王 宇宙萬物的大君王非常的愛你 我們怎麼知道呢 因為這是聖經告訴我們的 聖經告訴我們 宇宙有一位大君王 他的 他是一位真神 那他住在哪裡呢 他住在那個很漂亮的天堂 他住在那個天堂 那天堂是長怎樣 我們沒看過對不對 我們沒有看過天堂的樣子 但是你知道嗎 聖經告訴我們 天堂是一個很美的地方 沒有憂傷也沒有痛苦 而且那裡的所有的事物 都讓人很驚奇 他是一個非常美麗完美的地方 上帝就住在那裡 可是我們的上帝啊 他非常的愛你 他不是想要自己一個人 在天堂就好了 住在那裡你想如果是你 你一定不會想要離開對不對 不會想要離開這麼美麗的地方 可是這位上帝呢 為了要與你分享 跟他同在的喜樂 在天堂的喜樂 所以呢 他就想了一個辦法 他想要跟你分享 讓你可以也跟他住在天堂裡喔 他怎麼做呢 他就拆了他的兒子 耶穌來到世界上 耶穌呢 他來到世界上 他成為一個嬰孩 聖經告訴我們說呢 道成了肉身 匆匆滿滿的 有恩典有真理 道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匆匆滿滿的 有恩典有真理 意思就是說呢 神來成為人 降生成為baby 像你和我一樣 可是你知道嗎 神的兒子 他沒有降生在美麗的王宮 他也沒有降生在一個漂亮的搖籃裡 他降生在哪裡啊 你們看到了嗎 馬潮 馬潮是動物吃飼料的地方對不對 這樣的一個地方 為什麼上帝的兒子要降生在這裡呢 因為上帝非常的愛你 他要告訴你 耶穌來 他把耶穌吃到世界上來 並不是為了所有那些尊貴的人 或者是有錢的人 耶穌來到世界上 是為世界上每一個人 不管他身份地位 他的價值 在世人的眼中 他是怎樣的一個身份 上帝都愛他 所以耶穌降生在馬潮裡 所有的人都可以來看他 是不是 大家都可以來認識耶穌 這就是上帝對你的愛喔 那耶穌呢 他來到世界上 表明神對你的愛 他漸漸地長大 他做了許多的事 像世界上的人表明神的愛 他像男人女人 大人小孩 他像這些窮人有錢人 都用透過很多奇妙的方式來表示 他對世人的愛 所以當時候的人非常的驚奇 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一個人 別人都會選擇人交往對不對 但是耶穌他親近每一個人 不管他的身份地位是什麼 他用很多奇妙的方法 像那時代的人表明神的愛 上帝真的非常的愛你 所以就有一群人 他們就怎樣 把他們的嬰孩 把他們的小孩子帶到耶穌的面前 希望耶穌可以怎樣 祝福他們 那這些耶穌的學生啊 就非常的生氣 為什麼呢 他想說耶穌這麼重要 他的時間這麼寶貴 怎麼會有時間來 你這些小孩子 最好把這些小孩子都趕走 小朋友 如果你被趕走 你的心情會是怎樣的 一定很傷心對不對 但是耶穌卻沒有這麼做 耶穌呢 聽到他的門徒這麼做的時候 他馬上非常的生氣 告訴他們說 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 不要禁止他們 因為在天國的在神國的就是這樣的人 哇 上帝非常的愛孩子耶 非常的愛每一個小孩子 表示上帝的在上帝的眼中 小孩子是怎樣的 是尊貴的 是寶貝的 是寶貝的 你知道嗎 在以賽亞書 有一句話說呢 我看你為寶為尊 又因為我愛你 這是在以賽亞書的四十三章 第四節 聖經告訴我們 他看你為寶為尊 所以不管你年紀多小 或者別人可能看不起你 可是耶穌看你是什麼 寶貝是尊貴的 上帝非常的愛你 所以你可以告訴別人說 神愛我 你可以向你的左右鄰居說 神愛我 神愛我 是的 上帝非常愛你喔 而且上帝他 主耶穌不但歡迎小朋友 他還歡迎誰呢 許多的人啊 討厭的人 譬如像醉人 大家討厭他們 遠離他們 那甚至是有一些生病的人 長大麻風的病人 或者是一些有缺陷的人 身體有缺陷的人 別人討厭這些人 遠遠的離開他們 可是耶穌卻怎麼樣 親近他們 而且幫助他們 耶穌靠近他們 醫治他們的病 然後呢 而且呢 赦免他們的罪 耶穌在這些 人看起來不起眼的人身上 耶穌做了好多的事情 證明上帝的愛 上帝愛世界上所有的人 他包括也 愛你 愛我 上帝怎麼愛我們呢 上帝呢 他猜耶穌來到世界上 證明他的愛 聖經有一句話說 唯有 基督在我們還做罪的人的時候 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 向我們顯明了 聖經還有一句話說什麼呢 他說 他說 我生性 不論是生 是死 是天使 是掌權的 是高處的 是低處的 都不能使我們 與基督的愛合絕 這愛是在我們的 主基督耶穌裡的 這句話告訴我們 已經相信耶穌的小朋友 不要忘記神愛你 神非常的愛你喔 不管不管你現在 像最近是不是有很多新冠病毒 大家都好害怕對不對 大家都不敢互相靠近 大家都離得遠遠的 好像看你好像 想說是不是看到病毒 因為有的小朋友感冒咳嗽啊 一聽到你咳嗽 他就跑得遠遠的 他們很害怕被你傳染對不對 你的心裡一定很難過 但是你不要忘記 神愛你 所以呢 不管不管你遇到的是什麼事情 你千萬要記得 上帝非常非常的愛你 這是耶穌來到世界上 所做的事喔 耶穌甚至愛怎麼樣的人 你知道嗎 耶穌不但愛這些人 好厭的人 甚至連他的仇敵 就是討厭他的人 耶穌都愛耶 很多人嫉妒耶穌 不喜歡耶穌 可是耶穌並沒有拒絕他們 這些人呢 後來把耶穌 抓起來定在十字架 你知道嗎 耶穌甚至為我們上了十字架 他是神的兒子 他原本不用為我們的罪受懲罰對不對 但是因為他愛你 他為我們的罪定在十字架上 聖經告訴我們說呢 我們因為犯了罪 所以與神永遠的分開 聖經告訴我們 沒有一人連一個都沒有 意思就是說 世界上沒有一個是不會犯罪的人 除了耶穌以外 因為他是神完美的獨生兒子 所以上帝帶他來 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耶穌心甘情願的替我們掛在十字架上 留出他的保險 那耶穌呢 他愛我們 所以聖經告訴我們說 他愛子 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盡我們一切的罪 是在約翰一書的一章第七節 這裡告訴我們 神兒子耶穌的血也洗盡我們一切的罪 當耶穌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的時候 甚至為那些定他十字架的人祷告 他說 父啊 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知道 耶穌死了 埋葬了 人把他放在墳墓裡面 耶穌為我們死了 埋葬了 那時候的人 他們甚至認為說 他們甚至認為說 耶穌的門徒會來偷他的身體 然後告訴世界上的人說 他復活了 所以呢 他就 派了很多的兵丁在墓門口把守 你們知道他們的墓是這樣子的空墳墓 然後會有一個大石頭滾在裡面 然後呢 滾在那個墓門口擋住 那個大石頭是很重的 沒有好幾個人是推不開的 那就加上有兵丁把守 你想耶穌的學生可以去偷他的身體嗎 沒辦法對不對 但是你知道嗎 就在 耶穌告訴他學生說 第三天我要復活 就在第三天的清晨 地大震動 然後呢 木門就打開了 那些兵丁都嚇得怎麼樣 逃走了 耶穌真的復活了 然後呢 許多的婦女跑到那裡 看不到耶穌的身體 就回去告訴他的學生說 耶穌的身體不見了 我們找不到 夫子的身體 他們跑去墓墓 一看 墓墓是空的 小朋友 耶穌真的復活了 他真的復活 他復活呢 他不只是 沒看到他的身體 墓墓是空的而已 他還顯現 給當時候許多的學生看耶 所以他的學生都知道他復活 因為他看到他復活的身體 那耶穌在世界上喔 就是他復活之後 他在世界上四十天之久 每天跟他的學生在一起 告訴他們 上帝的事情 所以這些學生都可以證明 耶穌是復活的 而且呢 就在四十天之後 一時有許多就是跟隨他的人 那時候有五百多個人 聖經告訴我們 有五百多個人同時看見 耶穌上了橄欖山 然後呢 就有一朵雲彩下來 然後把耶穌接到天上去了 你知道那一些人啊 就這樣看著耶穌 接到天上去 你想他們的心裡是多麼的驚奇 而且他們心裡充滿喜樂 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所信的主是真 真神是活神 他們所信的這位耶穌是真的復活了 他現在在天上 坐在神的右邊 他也為你禱告 所以呢 你知道嗎 當他們在看的時候 下面呢就有兩個 穿著白衣服的人告訴他們說 加利利人啊 你們為什麼抬頭看天呢 你們看見這個 離開你們到天上去的耶穌 有一天他還要再來 還要來幹什麼呢 還要來接我們 每個相信他的人到那裡去 到哪裡 就是我們所喜歡的那個天堂 最漂亮的天堂喔 耶穌要永遠跟你在一起 耶穌非常的愛你 今天呢 我們有一句話要告訴你 耶穌因為神愛你 所以你要記得 上帝他永遠永遠的愛你 他透過 他來到世界上的這件事 告訴你他非常的愛你 所以如果你是還沒有相信耶穌的孩子 有一句話 聖經告訴我們說什麼呢 在使徒行傳 這裡有一句話說呢 當信主耶穌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這句話告訴我們 你應該要當你相信耶穌 當你承認你的罪 然後你相信耶穌 為你來到世上 為你死 為你復活 你相信這一位耶穌 為你所做的 那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 你就可以得救 意思就是你可以脫離罪的刑法 可以跟上帝在一起 如果你願意 今天如果你是還沒有接受耶穌的孩子 那你今天願意接受耶穌到你的心裡面 那你就可以 點點頭 向上帝點點頭 說你願意 好 那如果你剛剛已經點點頭的小朋友 所有的孩子請你們把頭低下眼睛閉上 老師要帶你們來做一個相信耶穌的禱告 那剛剛點點頭的小朋友 你可以跟我一起來禱告 親愛的耶穌 親愛的耶穌 謝謝你愛我 謝謝你愛我 為我來到世上 為我來到世上 承擔我的罪惡 承擔我的罪惡 我承認 我是一個罪人 我做過許多不對不好的事 我相信耶穌 為我使在十字架上 留出保險 我相信耶穌 為我使而復活 有一天還要再來 有一天還要再來 我接受耶穌 做我生命的救主 做我的主 幫助我 討你喜悅 祷告奉耶穌的聖名 Amen 如果剛剛你已經跟老師做了這個禱告 那你現在已經相信了耶穌對不對 耶穌現在在哪裡 我信你 你怎麼知道 嘿不是你說也不是我說的 是聖經說的喔 上帝說當我們接受他 就成為了他的兒女 而且上帝給我們有兩個保證 第一個保證就是在西伯萊書的 第十三章第五節 那裡有說 主是幫助 主成 因為主成說 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第二個就是 主成說我 第二處就是那個第六節 第六節說什麼呢 他說主是幫助我的 我必不懼怕 誰能把我怎麼樣呢 意思就是說 主耶穌 他永遠的幫助你對不對 所以老師現在 幫助你們把 上帝的話記在手上喔 跟我一起這樣做 主耶穌 永不離開我 這是第一個保證 第二個保證 主耶穌 主耶穌 是幫助我的 所以主耶穌 不但幫助你克服所有的困難恐懼 還幫助你可以做對跟好的事 那今天的故事呢 我們就講到這裡 哇小朋友很認真喔 那太棒了 現在呢就要來問問大家 剛剛有沒有認真聽啊 有沒有認真把這個 故事還有剛剛所講的經驅啊 詩歌啊都記起來喔 那我們先來請我們的那個瑞穎老師 來問問題 那等一下呢 答對問題的人呢 就可以抽這個袋子有心情 裡面有分數喔 登登登登 哇 那你可以一直抽耶 一直抽 100分 400分 你可以一直抽 可是 如果你不小心抽到了 可能0分 所有的分數就這樣 沒有 所以你要抽你就要想想看 要不要繼續抽喔 好 老師要看什麼問題囉 好 小朋友喔 我的第一個問題喔 要聽好喔 當耶穌喔 還是小孩子的時候 祂跟你有什麼相同的地方 知道的請舉手 好 喔那個小朋友這塊 是baby 也是小baby 也是小baby 也是小孩子 也是小baby 來小朋友來抽 分數 5分 來 加油加油加油 老師他們好快喔 抽0分 要抽 400分還要抽嗎 好 再要再抽 好 500分喔 500分喔 還有抽嗎 不要抽了 好 現在平安隊又加500分 現在是5000 對不對再加500 好 5500喔 好 來 好第二題來 再繼續 好 第二題喔 好 這裡還有大概 還有3000 喔這裡還有3000 那就有8500分了 你們要記得喔 自己加分喔 那些500分 好 第二題喔 耶穌啊 與你有什麼不同 耶穌跟你有什麼不一樣的 有什麼不同喔 耶穌跟你有什麼不同 那個小朋友 他沒有犯罪 喔他沒有犯罪 打 對了 好 來你抽 一分 好 就沒有分 沒有 不過前面的分有留著 前面的分有 是這個沒有加分 這個沒有加分 這個沒有加分 好 好 好 第三個問題 神做了什麼 來證明他暗命 因為我們的這一季在時 就是加薩 薩 薩 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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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可樂 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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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知道神愛小孩子 再講一次 耶穌如何讓人們知道神愛小孩子 好 那個小朋友 因為大人叫他們不要來的時候 耶穌說就罵他們為什麼 讓孩子在這裡 讓孩子來耶穌這邊 非常地接納的一個小孩 加油 不要 不要去 你看超高的關係 300分 還要再超高 還可以再加演 不要 不要 300分 只有300分 來 5000 3000 5000 之前的 300加5000 對 300加5000 你們之前有5000 然後 5500 1300 所以 8500 加油 這邊比較多 好 加油 好 第五個問題 當你覺得不被愛的時候 你應該怎麼做 哭 然後呢 今天的真理口號 真理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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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這是我們的問題 好 所以今天的故事呢 我們能夠吃好吃的食物 有空氣可以呼吸 因為剛剛說有一位神非常的怎樣 愛我 所以當你難過的時候 當你感覺沒有人愛你的時候 這句話要出來說 神愛我 因為神非常的愛你 好 好 但是 可以抽 500分 一直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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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怕 勇敢給他抽下去 不要怕 500分 繼續 抽三次就不要抽了 加油 百人 再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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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手機 零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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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希望你對自己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神永遠愛我 哇 愛我 哇 愛很專心 很專心聽眾識喔 來一二三 四百 四百分還有一百 繼續 你跟你九百 好 好 那因為剛剛兩隊非常認真 而且態度非常好 非常的認真 沒有那個臉很厚的 所以再給兩邊各一顆蛋 來這次誰負責來抽一下呢 怎麼那麼好 這一隊還沒有抽蛋的 來你抽了沒 當然是這一隊的喔 來你呢 這一邊呢 誰沒抽到蛋的 好來 好 來幾分 四千 好高喔 一千 一千喔多少 一千 兩千 兩千 好 好 林安隊現在幾分呢 一萬三千八 一萬三千八 這邊呢 一萬兩千三千八 楊安隊 其實在把剛剛那首歌 我們要一起來唱 來特別請師父 一起來還有那個 我們的老師 我們剛才唱的 耶穌是否聽過耶穌 來我們再把石頭唱一支喔 音樂 音樂 直接那個 朋友一起喔 我們看哪一對唱的最大聲 我們就可以先抽蛋 然後來去問小孩子 好 等一下要加動作喔 動作還記得嗎 好 我們請慈隆老師帶我們做動作喔 我要看哪一個小朋友沒有認真的 應該說哪一個最專心的那一對我們要抽 來 跟著一起喔 開始囉 好 那我們先做動作來 你是否聽過 好 來 還記得嗎 聽 聽 聽過 耶穌什麼比呢 耶穌被針 下上很棒 好 你是否聽過 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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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 然後祂愛我 愛我 愛我 對 然後祂怎樣 祂為我弟子 對 然後祂為我弟子 對 然後祂為我弟子 對 然後祂為我們怎樣 對每一個人傳福音 對 然後 傳揚 傳揚就是告訴耶穌 對 好 傳揚 傳揚 耶穌 好 我們等一下呢 就跟著音樂唱一次 阿比動作 要很大聲喔 好 來 我們先跟妳的好朋友 吉吉掌 好 說好 說好 等一下很大聲喔 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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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有點快喔 你是否聽過 耶穌 他為我的愛 你是否聽過 耶穌 他死了我自由 你是否聽過 耶穌 他真的是在世上 他富或流 他愛我 正常為你的朋友 你愛護神經 你 universally吸引了 === 他一定會再愛 你是否聽過 耶穌 我美女和一家的人 他為了生命 他為了癇 他的愛 這是我的自由 哇,都好棒。很厲害。好,請坐。 剛剛這一邊平安隊的小朋友很棒。 你們那個小朋友也很棒,所以最後關鍵啊。 剩下,剛好剩下兩顆蛋。 好,來,你們要哪一顆蛋呢? 來,左邊對不對? 這邊。 好,現在那個關鍵喔,我們來看,最後到底是平安隊獲勝還是喜樂隊獲勝呢? 平安、喜樂、喜樂、加油! 幾分?三千分? 三千這邊呢? 一千分! 一千分! 健身平安隊冠軍、喜樂隊獲勝! 很棒! 很棒! 好,那等一下我們有請時間喔。 好,那現在講一、二、三的時候呢,就要回到剛剛我們的聯繫會會場。 我們說一、二、三。 一、二、三。 剛剛呢,我們說這個示範的過程當中有兩個問題。 所以你有沒有注意聽呢? 第一個問題,請問哪些節目有救恩呢? 金句有救恩 很清楚說耶穌死人 而且講到這就是為人死,然後我要救人 然後呢,顯明誰的愛啊? 神的愛 金句有,還哪裡呢? 故事 故事怎麼呈現救恩的啊? 還記得嗎? 有十字架 有十字架 很清楚的 一邊講到耶穌在世上做什麼事 然後就有十字架 而且還有什麼? 還有看到 空、墳、墓 對不對? 然後最後還有復活的圖片出來 誒 視覺的教材很清楚看到 然後故事內容也很精彩對不對? 還有嗎? 哪裡有救恩? 詩歌 我們詩歌的詞有好詩解釋喔 歌詞有解釋對不對? 而且呢 包括動作都跟救恩有關對不對? 欸你們很認真喔 還有嗎? 金句有講過 還有嗎? 還有什麼跟那個救恩有關的呢? 破冰遊戲 破冰遊戲 我們家特別給他玩耶穌拳 耶穌拳你學會的話 聖誕節也可以唱 復活節也可以唱 也可以玩 那等一下呢 我們會有分組 分金句組 故事組 還有什麼組? 詩歌組 還有什麼組? 遊戲 遊戲組 遊戲跟可知的手工組 好 所以呢 現在呢 我們呢 會有那個休息時間 那我們現在呢 要把時間先給那個 不是有連休嗎? 欸對 可是 你還是把它分開喔 對不起 不是要連休 等一下 好 我們已經等一下 好 好 因為我看大家可能需要上廁所的人 請舉手 你需要上廁所休息的 喝個水的 請舉手 好 那我們還是休息一下 害到我就知道要吃點心了 對 那我們今天的活動 我們沒有收費 但是我們後面有那個奉獻帶 還有奉獻箱 就是有醫院要支持我們機構的話 你們可以自由奉獻 那我們吃點心的時間 總共有15分鐘 是在301教室 301教室 我們請 請那些老師帶你們過去 然後我們那邊有一些點心 然後我們待會的活動 就在那個教室集合 對 我們就不回來這裡了 因為我們要分組 好 等一下 還有幾個 那個本來是 是 不回來 還是 不回來 就在那邊 就在那邊 好 那我們還是在這邊講理修了 還是理修帶 對對對 那等一下再休息可以嗎 好 那那個要上廁所的人先上廁所 對 對 吃完再回來 好 吃完可以這樣 那這樣好了 大家休息一下 然後呢 你剛剛抽的那個號碼牌 後面有一個禮物櫃 請你們自己去拿你的禮物 號碼對號碼 然後呢 現在請你一步 前面